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自愈方法里头 我们特意推广拍桃拉筋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推广过很多东西 包括针灸啊 拔罐啊 点穴啊 推拿啊 还有其他的各种方法都推广过 但是最后实践下来的结果 不是我一个人实践 成千上万的人实践的结果 最后还是发现拍桃拉筋最值得提倡 原因如下 第一 它是一个自愈的行为 不是一个别人来帮你医疗的行为 这是第一 随时随地谁都可以做 第二 效果其好 好到什么地步呢 最开始拍桃拉筋它不是养生保健吗 治的是腰痛啊 腿痛啊 肩周炎啊等等等等 后来又发现 它的自愈效果越来越好 以至于比如说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啊 癌症 体肤病 老年痴呆等等等等都有效果 大家肯定一说 哟 这牛吹得大了 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 我所说的这些效果不是我吹牛吹出来的 因为我也不可能得这么多病 是成千上万的患者 包括中国的国外的都有 实践的结果 而且好没好呢 也不是我说了算 都是大家自己用拍桃拉筋 但是最后有个效果呢 疼 痛 自己可以感觉到 那么为什么我们强调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呢 因为这几样指标可以自己去测 比如心跳可以自己测 感觉得到血压和血糖 也都可以自己测 其他的这些东西的话 你都可以到医院去 包括你的血啊 尿啊 蛋白啊 这些指标都可以到医院去测去 但是第二就是它的这个效果 第三 它特别简单 简单到什么地步呢 一分钟就学会 你看这个动作多简单 那么你要是学其他的方法 包括腿拿呀 点穴啊 拔罐的 这些你要对它的经络啊 穴位啊 这些大家 一看就比较复杂 一般的人 尤其是老年人 孩子都不太容易掌握 也就是一分钟就学会 你要学个瑜伽啊 太局啊 气功啊 我想不是一个月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都不太容易学会 另外呢 它的适用方法 啊 适用的范围特别广 广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基本上咱们能够想到的 医院的内科 外科 妇科 儿科 神经科 精神科 它都有 我们要讲这些东西的原因 就是说它有这么的方法 有这么多效果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这个方法 你别看它简单 它打通经络 咱们不说吗 打通经络 它就千病万病都知了 而事实上 无论是针灸 拔罐 点穴 刮痧 还是吃药 它也都在干一件事 就是打通经络 当然那些行为呢 它更加专业化 甚至是医疗行为 而这个呢 很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过它的原因 当然 还有一点 就是它极大的降低了 我们的这个成本费用 基本上 你拿个自己的手就可以拍 或者拿个棒子就可以拍 可以做到零成本 或者是极小的成本 你能自己做个垃圾灯 或者自己买个垃圾灯 几百块钱 足以 今天想说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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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